美军两手准备,要在陆地上决胜负 我解放军翘首以盼,备战响彻中国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讲讲中美交锋一触即发 备战响彻中国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 美国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中国身上 甚至做出了重大战略转变 从所谓的反恐行动逐渐升级为 与军事对手的大规模对抗当中来 针对中国的目的性非常明显 特别是最近,美国对中国不断发出军事挑衅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都不想用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中美之间的竞争问题 其实,美国陆军从去年就开始强化 充实现役师级指挥机构 重构了五种作战师的作战编组 准备着手大规模陆域作战 此外,近日还有媒体爆料 美国陆军准备内用人工智能等技术 打造未来远程攻击直升机 准备将其投入新的战场 同时,为了遏制中国 美国陆军准备在亚洲部署一种新型部队 该部队能够运用导弹、电子、网络等能力 可以对目标进行迅速有效的打击 按照美军这支部队作战理念 在战斗开始后 这支部队会利用电子以及网络攻击对手的通讯设施 使得对手通讯网络瘫痪 同时还会利用卫星等太空探测工具 收集情报 最后精准确定打击目标 然后发起多种攻击方式 最终将对手逼入绝境 这种战术制定的有理有据 甚至把具体实施方案都规划出来了 差点就让所有人信以为真了 但是要达到这支部队所构想的作战理念 首先它必须具备两个绝对优势 第一个绝对优势 要在信息上绝对拥有亚洲对手的能力 虽然美国有先进的GPS卫星定位系统 以及星链等太空探测工具 但是我们同样也有极为先进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美国想对中国信息上绝对压制 完全就是在吃人说梦 而且千万不要忘记了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上 可是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这种武器恰好就能对卫星等进行致命一击 如果中美针对交锋起来 或许美军才是信息上可能被压制的一方 第二个绝对优势 在各种探测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 陆地作战已经不可能隐藏住自己的位置 双方必然会近距离接触 甚至是激烈交火 所以必须有绝对的要将敌方击溃的能力 才能继续执行任务 众所周知 多年前中国实力远不及美国的时候 我解放军陆军就能在陆地上痛击美军多次 还赢得了地表最强陆军的称号 现在中国各种武器装备都已经不逊色于美国了 不知道美军从何而来的信心 认为能在陆地上突破解放军的防线 所以美军这个战术制定的非常完好 但是也仅仅是纸上谈兵罢了 实际上美国动不动就想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 已经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了 美国陆军这些计划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为了针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难道是美国忘记了历史教训 想在陆地上再和解放军一较高下吗 相信我解放军是翘首以盼 等着美国陆军来学习经验 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 可能美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如再让美国回忆一次历史 近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80集团军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声明里面虽然只有只有备战两个字 但是却让全中国人民热血沸腾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民族 中国有句俗语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积贫极弱的中国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如今只要侵略者的军队赶来 我们中国必让他有来无回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